保里经社英国记事级身体疾病问题系列 等了三年,终于听到女儿叫妈妈了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来问赵登 我的女儿快三岁了,还不太会说话 也不愿意学着说,带她跑医院做检查 被医生诊断为儿童语言发展迟缓症 医生说,语言发展迟缓有很多种原因 可能是脑伤,听力障碍,自闭症,环境剥夺或者智能不足 天下父母亲,自己的孩子若有一丁点小病小痛 总是焦虑担心 更何况是快三岁了,还不会说话 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 为了治疗女儿的语言迟缓 我们听说哪里有名医,就我哪里挂号 听说有厉害的老师或公庙 也是不辞千里的,去求神拜佛 各种偏方也都试过了,女儿还是没有任何改善 要什么都用笔的 连一一压压的声音也不太愿意发出来 看在我们的眼里,真的是焦急万分 有一次带着女儿在住家外面散步时 遇到一位热心的邻居太太 她说,我的女儿看了这么久的医生都没改善 问我要不要去牟尼经社请示佛菩萨 是不是有业障或干扰 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牟尼经社 邻居太太说她女儿有一阵子 工作、婚姻都不顺 常常开车发生小车祸 后来有缘到牟尼经社请示 佛菩萨开始围冲犯杀和业障干扰 经过一段时间诵经回向之后 现在工作和婚姻都较圆满顺利 开车也不再发生小意外了 邻居太太还告诉我 牟尼经社只求结善缘 帮助众生了解因果业佑 剩下的就是靠自己努力送经回向解决问题 完全不收一毛钱 不管效果如何 总是一个机会 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一直推荐我去试试看 我和邻居太太约了一个礼拜天 带着女儿到牟尼经社 请示语言发展迟缓的问题 佛菩萨持悲开示 佛菩萨持悲开示有业障干扰 前世因逆意冲突 拿斧头砍然致重伤 须诵金刚经 妙诗经 地藏经 各117遍 带念诵完毕项目回向化解此因果业佑 由于我的女儿还不会说话 所以由我和先生代为忏悔和诵经回向 我和先生一回到家 马上抱着女儿 跪着向她的业主菩萨忏悔 女儿的业主菩萨很慈悲 忏悔一次 就给我们圣骄 愿意原谅我们了 虽然这是第一次跪着这样忏悔 但看到圣角 心里又满满的感动 想到自己平常被人奚落一句话 或占点便宜 就可以生气好多天 女儿的业主菩萨被拿斧头砍伤 却愿意原谅女儿和我们和解 真的是心胸宽大呀 我们真应该好好学习这样的慈悲 多点耐心包容身边的人 我们夫妻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努力诵经和行善不失 将这一条业障回向圆满 马上就看到女儿不一样的变化 原本连发出声音都不愿意的女儿 竟然开始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了 要什么东西也不再只是用笔的 会发出声音表达意愿 虽然还不会说出正确完整的字 但至少愿意发出声音 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为了让女儿可以早日学会说话 我们又带女儿到金舍请示佛菩萨 是否有办法让女儿早日学会说话 佛菩萨慈悲开示 女儿另有一条业障干扰 还有两个因您干扰 必须赶快送经项目回向 才不会继续影响女儿的语言学习 看到两个因您干扰的开始 我很惊讶 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 怎么还有两个因您 询问办事的蔡师兄才明白 原来那两个因您 是婆婆早年怀孕时留掉的孩子 因为没人超度 所以希望我们帮忙 请示完毕之后 顺便回老家看婆婆 询问是否曾经留掉两个孩子 婆婆很惊讶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公公是独孙子 先生的奶奶希望婆婆 能帮公公多生几个孩子 开支散业 让家族兴旺 所以婆婆就很努力地 想怀孕生子 但是前两个小孩 都在两个多月就留掉了 为此 先生的奶奶一直责怪婆婆 还说要替公公 娶小老婆生孩子 婆婆当初的生活 也是压力笼罩 后来婆婆终于生下一个儿子 也就是现在的先生 奶奶才没有继续为难婆婆 但是婆婆生下先生之后 就再也没有怀孕了 所以先生也是独孙子 到我这里 夜市费尽千辛万苦 才生了一个女儿 索性婆婆明理 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为难我们 要我们过得快乐幸福就好 有没有小孩都没有关系 我告诉婆婆 两个英明 我们会向他们忏悔 超度他们 婆婆不识字 所以我给婆婆一个技术器 教她念佛号 让婆婆在老家也能念佛 为自己积点福德 在诵经的过程中 渐渐感受到女儿的进步 开始会学着说一些单字 例如吃 要 好 玩 等等 真的让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更加努力诵经 希望能早日回向圆满 并且以女儿的名义 捐款不失 为女儿累积福报 经过15个月的努力 业障和英明超度 都回向圆满了 当我看着回向圆满的通知时 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妈妈 回头看到女儿 拿着我的衣服 对着我笑 我以为是我的错觉 连忙问她 你刚刚说什么 女儿腼腆地看着我 又叫了一声妈妈 这是女儿出生到现在 第一次叫我妈妈 我激动地抱住女儿痛哭 等了三年 终于听到女儿叫我妈妈了 我赶紧拿起手机 录下女儿叫妈妈的声音 传给先生听 先生回讯说 他也听到热泪盈眶 感恩佛菩萨慈悲 让我有机会听到女儿叫妈妈 若没有遇到牟尼经舍 这个愿望不知道 何时才能实现 或许一般的孩子 语言学习发展很快 但对于孩子 语言发展迟缓的家庭来说 孩子能够开口说话 真的是天大的恩惠与恩赐呀 现在女儿的语言学习 不断地在进步 能够说出简短完整的句子了 前些日子教她念阿弥陀佛 她也是念得自证腔圆的 很难想象半年多前 她是一个连声音都不愿意发出来 差点被诊断成自闭症的孩子呢 分享完毕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有任何一丁点病痛 都会让父母身心备受煎熬 恨不得自己代替孩子受苦 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现代医学发达 很多疾病都是可以治愈的 所以有任何疾病 首先要寻求正确的就医管道 经由医生专业的判断与对症下药 才是面对疾病的正确态度 但疾病也有可能是因果业障 冲犯杀 外灵干扰 正知 如上述分享文中的阴明 祖先求超度 导致久久不遇 这时候就要到牟尼金蛇寝 请请佛菩萨 开示因果业游 才能从问题的根本下手 彻底的解决问题 若是忽略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 只想用现代的科技解决 那是治标不治本 就算今天治好了目前的病症 但因果没有彻底圆满 病症还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或是让人生其他部分不顺利 处处充满挫折与磨难 因此 最好的方法 就是解开因果业游 和专业医学治疗 双管齐下 才能真正的治愈疾病 人生中其他的问题也是如此 要天也要人 除了自己努力之外 问题背后的因果也要认真的解决 才能让人生真正圆满顺利 上述分享文中 当我看着回向圆满的通知时 突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妈妈 回头看到女儿拿着我的衣服 对着我笑 我以为是我的错觉 联盟问她 你刚刚说什么 女儿腼腆的看着我 又叫了一声妈妈 这是女儿出生到现在 第一次叫我妈妈 我激动地抱住女儿痛哭 等了三年 终于听到女儿叫我妈妈了 我赶紧拿起手机 录下女儿叫妈妈的声音 传给先生听 先生回讯 说他也听到热泪盈眶 看到这一段 小编也跟着感动得落泪了 这个画面多么温馨啊 每对父母在听到自己的小孩 开口叫爸妈时 一定会非常感动 更何况是像有缘人这样 苦苦煎熬了三年 费尽千辛万苦 四处求医 最后送金回向圆满 终于等到孩子叫一声妈妈 这样的感动绝对是刻骨铭心 笔墨和语言都难以形容的呀 人间虽苦 但在苦海之中 还有这些真挚的感情 让人间充满希望 因为爱 让人不怕苦难的折磨 因为爱 让人面对苦难坚定不移 因为爱 让人身处处充满转机 因为爱 让人更有勇气 面对家人朋友 我们充满着爱 和无限的关怀 若能将这份爱流传出去 转化成对世上万事万物的大爱 这份爱 就变成了慈悲 您的慈悲 将让众生有了希望与依归 佛菩萨不舍众生受苦 就是因为这份慈悲 若您也能将这份爱流传出去 您也能拯救 正在苦海中沉沦的众生 让他们也能借由佛法 解决人生中许多困难 您可以将这篇感应故事 分享给身边有类似经历 却找不到解决方法的亲朋好友 看到部落格中 让您感动的文章 顺手分享流传 或是把自己的亲身体验 写成感应文与大众分享等等 都是很棒 又能真正帮助众生的好方法 一篇文章可能改变人的一生 拯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或是挽回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等等 真的是功德无量呀 您也有亲身经历 想要分享给众生吗 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一篇感应文 寄至金舍信箱 您的文章将会发表在 谋尼金舍部落格 社群平台 甚至做成影片 流传到全世界 让更多的众生 因为您的故事改变人生 感恩来自知足 分享成就幸福 拿摩阿弥陀佛 摩尼金舍 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食事m 电影